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未不跟风不盲从的教导 雅艺术是书法领域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雅艺术变化的典型代表是流行书风 流行书风往往都是以雅开始而以俗告终 所以任何艺术创新与建立都是新奇特开始而兴起 也伴随着追随者的争夺而变成了俗 所以慢慢就不再流行 纵观中国书谈 流行书风不是当今首创 而是历代都有时代的偶像和追随者 但是任何大书法家写的字既不能全俗也不能都雅 不能以所建的一个字一辅字极辅字 便断定某书家的水平高低以及雅艺术 任何书法家呢在有灵感时和有激情时写的作品呢 就好一些和雅一些 反之呢便俗一些和差一些 传说呀王羲之的蓝婷旭 在久后又重写几遍都不如原作 书胜尚且如此 何况一般书法家呢 所以任何书法家都有进入状态 与否这种情况 所以呢雅又俗好又差等的存在是必然的 如王羲之写的这个刻字 比较俗 我看这个说王羲之的字写的俗 你这应该说不合适 但是呢你看他写的那个影子呢 还是王羲之写的 我认为那个呢就比较清秀比较典雅 又如啊图三 董奇桑写的谱字 我看这个字就是比较俗 又如董奇桑写的这个玉字 就写的比较雅 像赵孟福写的这个熟字 我看就比较俗 像图六呢 还是赵孟福写的密字 我看这个就比较雅 下面就是我写的那个一个雅字呢 我认为这个呢就挺雅 后面我写这个熟字呢 我觉得呢也挺熟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个雅一熟呢 我们都拿一个人的作品去比较 所以一个人写的呢 这个呢雅一点 那个熟一点 所以你要拿个人的 谁的说谁的雅谁的熟 好像这种对比呢容易产生矛盾 但是都拿我们 每个人都拿自己的作品 雅一熟相比呢 我想这样呢 就更能有说服力 下面呢 我们讲避让变化法 避让变化法啊是研究 行草章法布局中 避与让的这个方法 避与让啊是书法创作中 常见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行草章法中避与让 也是一个重要方法 避让呢是回避 或者躲让 这是以你人的手法呢 在行草章法中的应用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避啊与让是全局观念的表现 也是啊行有全局的体现 只有啊行有全局才能避 只有啊固权大局才能让 所以啊避与让也是啊 儒家思想在行草章法中的应用 与体现 避与让 一在啊比划 二在啊字里 三在啊行间 所以避与让啊 既关系比划又关系字 还关系行 同时啊既关系左右挥洒 又关系呢疏密相间 更关系呢整体布局 所以在行草章法的创作中 我们不仅要树立啊 避与让的理念 还要掌握避与让的这个方法 避与让本章的先入为主 后者避让的原则 从手笔定位到手字顶片到手行定调之后 避与让就有了基本点或者标杆 后面的笔划要避让前面的笔划 后面的字要避让前面的字 后面的行要避让前面的行 所以从笔划上看 连续长撇和长纳 长横和长竖的字便可能失态 从字法上看呢连续几个字 扁和长和大和小和重和轻 这样呢便可能使这个上下不和谐 所以啊这个我们呢 他要从行的角度上看 连续几个字偏左或者偏右 或者整体布局呢便不可思议 但是呢水平越高的书法家 意在笔先的意识呢越强 在写在前面的一笔 和前面一个字的时候呢 已经提前留出了下面的一笔 和下面一个字的位置 已经使长法布局 按照他自己思维更科学的 更合理的就写下去了 总而言之呢 从笔华到字法与行法 都要尊重的避与让的这个理念 以原则要因地置疑的去避与让 如我写的这个 王丰师赐北顾山下 是克路青山外 星州绿水前 曹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旋 海日生残叶 江峰入旧年 相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第一行克字的重 路字的轻 轻字的长 山字的宽 与第二行第一个字 外字的小 避开了第一个字克字的重 总而言之啊 通过笔华的粗细 轻重虚实 以字的大小轻重 扁长虚实等等 我们要考虑到呢 行与行 左与右 左左右右 等同类字形的避让 是会使这个效果更好一些 下面我们讲啊 趣味变化法 其实趣味变化法啊 就是行草章法趣味性变化的方法 趣味性啊 是行草章法作品意境与品味的象征 它是啊 行草章法的重要方法之一 趣味呢 是有趣 有味 也是呢 趣味性 有趣才有味 有味呢 才有趣 所以啊趣味啊 是书法艺术的一种很高的品味 与意境 如今呢 我们讲趣味变化 当作一种方法 表明啊 当代说法家对趣味 及趣味性的认识 以理解 趣味性啊 是打破常规 与对立统一的产物 和这个新意境的源泉 趣味性啊 不仅源自于别开生面 与众不同的自行变化 以及笔划变化 而且伴随着 收与放 大与小 重与轻 以及夸张 变形等的运用 而产生趣味 趣味性呢 不仅关系一点一滑的变化 而且关系字的构成 以及作品整体的观感 趣味的表现呢 一在笔划 二在字里 趣味性的表现 形式多样 方法多多 从笔划上分析 一个长竖 配一个呢 小片 一个呢 长横 配一个呢 小点 一个呢 大片旁 配个呢 小主体 或者一个大主体 配一个小步手 从字形上分析呢 一个大的口子 配两个小点 或者一个短身子 配个大长腿 或者一个呢 大身子 配个小脑袋 一个呢 大脑袋 配个小鼻子 令人的心奇 给人的心意 从而言之呢 一幅作品 一个字 一旦体现了趣味 便是观赏性的提升 艺术性的升华 比如如图一 王羲之写的也字 他最后一笔的收 也体现了这个变化 又如图二 赵孟福写的护字 这个点的呢 横向的夸张 也有一种呢 意境 又如图三 苏氏写的护字 上大 下小 又如图四 黄庭杰写的护字的小点 又如张旭写的折字呢 上小 下大 又如周永明写的折字呢 上大 下小 像周永明写的这个赤字的一纳 写的呢 很有特点 如我写的这个光字 两个呢 小点 下面呢 大 这个像怀夕写的深字 上面这个小 下面呢 大 如这个怀夕写的当字 是上小 下大 孙国庭写的这个木字 上面小 所以这些呀 通过这些个图例 大家呢 就能看出这个 趣味性的表现 下面大家看我写的那个 张维平诗 是造物无言 却有情 美于寒尽 却春生 千鸿万子 安排着 只待春雷 第一生 有收 有放 收放 成雀 有变形 成雀 有的那夸张 而成雀 有的上大 下小 而成雀 有的那上情下重 而成雀 总而言之啊 各种不同的趣味表现 给人们的不同的视觉 感觉 下面讲啊 半字变化法 半字变化法 是关系字 一半的变化方法 半字变化法呢 包括半长 半短 半大 半小 半轻 半重 半虚 半实 半扁 半长 等等变化 半字的变化啊 是行造长法变化的重要方法之一 汉字啊 素有这个 有左右结构的 也有上下结构的 有偏旁 有不熟 有主体 半字变化呢 包括偏旁 与主体 包括不守 与主体 左与右 上与下 等等的变化方法 在行造长法的 字法变化中呢 不论是形书 还是草书 不仅可以 左长 又短 也可以呢 左短 又长 不仅可以呢 左轻又重 也可以呢 左重又轻 不仅可以呀 左大 又小 而且也可以呢 右大 左小 上下 上下结构的字呢 不仅可以呢 上小 而下大 也可以呢 上大 而下小 不仅可以呢 上重下轻 也可以呢 上轻而下重 不仅可以呢 上扁下长 也可以呢 上长 而下扁 这些呀 都是半长 半短 半大 半小 半轻半重 半虚半实 半弯 半斜 等等的这个 变化的范畴 如图一 槐树写的这个身字 森林的身字 就上面小 下面大 如图二 黄庭谦写的极字 是左边长 而右边短 是左边窄 而右边宽 又如图三 王朵写的楼字 左右 左短 而右长 左小 而右大 又如图四 胡宽写的这个 臣字 上小 而下大 上载 而下宽 又如图五 米符写的这个燕字 上大 而下小 上长 而下宽 又如 杜吉桑写的这个钳字 上小 而下大 上载 而下宽 槐树写的地字 上面呢 非常短 而下边的一树呢 已经超过了上面的几倍 又如图八 槐树写的这个叶字 左高呢 而又低 这些呢 都是这个半字变化的一种表现 下面呢 我们讲点滑变化法 点滑变化法呀 是指字一点一画的变化方法 笔滑呢 是字的零件 也是字法变化的呢 重要因素 所以呀 点滑变化法 是行造章法的重要方法之一 行造章法的字法变化 不仅关系整个字 关系半个字 而且关系一点一画 一横一竖 一撇一纳 一点一折 勾提等 这里讲啊 点滑的变化 当作一种方法来研究 表明字啊 是由横竖 匹纳 点折 勾提等笔画组成的 每一个笔画的变化 不仅会改变字的结构 形状 而且会给行造章法的整体布局 带来变化 所以呀 水平越高的输法家 越重视一点一画的细微变化 行造章法学 从理念上主张 横竖撇纳 因地而生 点折勾提 随势而变 提倡布局一格的点滑变化方法 所以啊 我们不仅要关注一横一竖 一撇一纳 一勾一提等变化 而且呀 要关注一个点的微小变化 或者细微变化 将一点一画的细微变化 纳入研究与探索的范畴 以丰富行造章法的实践 提高行造章法的创作水平 为行造章法艺术的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一 讲的是横的变化 横啊 是字的主要笔画 是使用最多的重要笔画之一 横啊 是由左向右竖写的笔画 有长横 有短横之分 不仅呢 实于左右变深 而且呀 实于横向夸张 是表现力很强的笔画 无论是一横 两横 还是三横 四横 也不论是长横 短横 还是粗横 细横 也不仅呢 角度有变化 有长短不一 而且呢 有时左高右低 有时呢 右高左低 有时候呢 右上方 回锋手笔 遇到撇数 呼应 有时呢 左下方的回锋 与横竖 固盼 或相连 总而言之 横横有笔 笔笔不同 丰富多彩 变化万千 给行造章法 带来新意境 现在讲的一行变化法 例子如下 如王羲之写的一字 如图米笔写的一字 如王羲之写的七字 又如米笔写的杖字 像陆云阳写的杖字 从而言之 同样是一横 却是长短不一样 像两横变化的粒子 像比如说王羲之写的二字 一长一短 两横一长一短 如图米笔写的这个二字 长短的相近 但是也是形态不同 以及图文集写的那余字 这个两横的收笔 与这个第二横齐笔相连 如图最明写的这个余字 是两横长短有变 总之啊 就是从这个图中呢 我们看到啊 一横的 两横的 三横的 甚至于四横的 五横的 这里呢它是有很多变化 下面讲树的变化 树啊是字的主要笔画之一 它也是你应用广泛的重要笔画之一 树呢是从上向下输写的笔画 有垂陆树 旋针树和这个短树 长树四种 不仅呢 实于上下的验身 而且啊 实于纵向的夸张 是表现力啊 很强的笔画之一 在形草脏法中 无论是啊 垂陆树 旋针树 短树 还是长树 有时啊 树和树品不分 树与树点的相近 也不论是一树 两树 还是三树 四树 同是一树 角度不同 长短不移 形态各异 有时呢 一树如点 有时呢 一树通天 等等啊 这个树 在书写中 有时 树如啊 松曲百干 直中呢 有曲 有时啊 树似乌漏失痕 曲中有直 但是呢 无论怎么变化 我们要注意呢 树不双生 防止啊 树的顺拐 有雷同 现在这里呢 有一树 两树 三树 四树的这个 栗子 大家呢 就在这个书中呢 看到这些个 从古代名家的呢 写的树的这个 具体变化的图 就能看出来了 所以呢 树的变化 也一样呢 是丰富多彩的 下面呢 我们讲这个 片的变化 片啊 是字的主要笔画 是应用啊 广泛的重要笔画 片呢 是从右上 向左下 竖写的笔画 片呢 有横片 有竖片 有斜片 有短片 等种类 它使用呢 从 右上 向左下的 验身 也夸张 是表现力呢 很强的呢 比划之一 在这个 心草斩法中呢 无论是你 横片 竖片 斜片 短片 也不论呢 是一片 两片 还是三片 四片 这等等 这个 只要呢 它这个 它是角度多变 长短不移 有时候呢 一片如点 有时候呢 一片如竖 有时候呢 一片很长 有时呢 一片很短 总而言之啊 片 有很多 变化 是片片 有变化 这个片片呢 结不同 所以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 图里边呢 从这个 有米福的 这个孙国亭的 就等等啊 书法大家呢 写了很多 这个片的 这个例子 我们呢 在书上呢 我们就能去细细的看 因为这个呢 例子呢 很多 所以呢 我们就回去之后呢 在书上去找 慢慢的这个 去看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讲 那儿的变化 那儿呢 也是星草展法的 主要笔画 也是应用量很大的 笔画之一 那儿呢 是从 左上 向右下 或者是 由左 向右输写的呢 笔画 那儿呢 斜那儿 有呢 平那儿 两种 这个 那儿呢 始于呀 呃 向右 向右下 或者右上 夸张的这个 笔画 也是这个表现力 很强的这个 笔画之一 在星草展法中呢 那儿的变化 是可短 可长 可向左下 或者右上呢 夸张 变化啊 丰富多彩 但是 那儿的变化啊 如同隶书的呢 燕不双飞 它相对的呢 受限制 所以呀 有的时候啊 这个那儿呢 写成点 和斜点 有的时候呢 反扣 回锋呢 而收笔 有的时候呢 那儿 与短那儿呢 相似 特别是这个 根据行草章法 及 自法避让的 这个原理呀 那儿的书写呀 要有收 有放 那不双斩呢 也是一个 重要的这个 法则 所以呀 总而言之呢 无论是一那儿 还是两那儿 也不论是斜那儿 还是平那儿 是那那儿呢 有区别 那那呢 结不同 所以那呢 我们这里呢 也举了这个 很多例子 所以这里呢 大家到书上去看图 就可以解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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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